這裡是停的 這裡是甩出去的 這裡是長的 略帶弧度 有手筆的 點 往內縮 翹 復 出到細 包覆之狀 往上推 上寬 下轉 復跟船很好分喔 復跟船的解體是一模一樣 我也差別在於說有沒有那一點啊 有點叫負 沒點叫船 這樣叫船 如果再加一點叫負 這要靠近喔 不然這個滋味被拉得太遠 好 好 好 鋁 鐵短 納長 這個縫啊 上面這三合啊 鋁宮泉每次長短都不一樣 那個建築都怪怪的 這是它的特色啊 每次都如此 飽滿的塑化 鋁宮寫的停 這邊拉的長啊 中間要縮的窄哦 然後縮的 這裡要包覆之狀 左邊長 右邊掠斗 鋁的扔翅膀倒是不用特別長 因為鋁本身的翼啊 可以拉的蠻高的 做一點粗細 主要它有右斜鉤啦 所以它可以拉的蠻長 所以這樣 這個就不用特別長 我都可以把它寫得很窄哦 反正它 經常如此 所以你在創作的時候 只要記得一些原則 八九就不離十啦 好 你要寫窄一點啦 我們知道女生都怕胖 所以我們要寫 苗條一點 空隙近一點 這樣就不會胖 創作用 創作用 上 寬 下 窄 略帶包覆之狀 包覆之狀 好 往上抬 收好 下 筆不離一點 往上抬 加骨頭做粗細 抬高 貼 那 微翹 有 下 筆不離一點 有 下 筆不離一點 向中間 集中 長橫 包覆之狀 右邊 長 右邊 短 左邊 長 右邊 短 按 鼻 pouvez 往上抬頭 左邊 短她呀 伸口盤 期望橫 Team 鼻涂 扯鼻 延 Hold 將柯壁 扯塞 横體 和 由 luego、我抬甲 Ontario e Après 矩 quarto邊 輿iciones 往上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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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向中間集中 保持斜度 撇 挺直 扶握勾 有點弧度 微翹 往上勾 紅 下鼻不離點 往上抬 左點 竖點 斜點 有弧度的竖 短的 向內集中的 伸長的 再伸長 撇直 撇 撇 好 胸 往內縮 張開還是往內縮 左邊可以伸長 撇 挺直 扶握勾 彎曲 微翹 往上勾 下鼻不離點 下鼻不離點 這框框上面的框框會比較扁啊 比較小 下面的框框啊 比較大 再折進來 然後樹啊會有一點微彎啊 它會弧度 那皮啊通常都蠻挺直的 好 同樣呈現什麼 包覆之狀 包覆就是 有點鼓起來 這有點鼓起來 測一下 那它短橫通常會比較重 微微的上翹 然後樹刀收得很緊 下面收得很緊 上面比較寬 下面比較緊 下鼻不離點 然後這三個要寫靠近一點喔 第三個可以伸長 擠進去產生一個弧度 它這個夾腳其實做得還蠻大的 夾腳完以後下面的米啊 不要全部都塞在這個下方 左邊這裡一定要伸長 這裡一定要伸長 否則這個字會縮縮的 向左邊點 向右邊拉長 它點氣都還蠻長的 點 它的短橫喜歡往上翹 然後下面一定是上寬 下橫窄 它的這個寬窄一向做得非常的 清楚啊 頂上去 樹刀微微的弧度 不要顯得像電線桿 然後點畫呢 這邊會做一個方折 遠轉 然後這邊是一個強烈的平納 強烈平納它有逆風回來 然後下來以後再稍微拉平一點 然後再往旁邊拉出去 旁邊的木布啊 左邊可以伸長 右邊呢 右邊短一點 這樣在左邊伸長 右邊短一點 左邊可以伸長 右邊短一點 那枝如果你要讓它做 變化的話 上面要稍微長一點 然後這裡呢 它下面它的皮啊 其實都還蠻長的 可以壓得比較低 但是鈉就沒有你想像中的低 它會比較重 然後往旁邊翹 腳 腳有好幾個點 那點啊 一般在有光拳裡面啊 其實都是非常的強烈 要嘛很方 要嘛很長 它的皮的弧度其實都不太高 那是比較重 而翹 好 這個油我想刻意寫的重 因為有鈉 所以這斜度可以高一點 這個點 它的皮啊 通常弧度比較微小 比較微小 這裡刻意寫重 好 跟上面那個膠質啊 有點差別 好 頭 頭一樣啊 左邊 長 右邊短 這裡我就不想太長 待會會有個撇 那這個 術畫通常寫得很收得很緊 然後寫得很斜 它的撇氣還蠻長的 那倒是會比較高而重 下筆不離點 這裡有好多種 有兩種筆順 也不是好多種 那兩種 這裡改點就好了 因為上面好多鈉了 不要再寫鈉了 切 切 切 我想切古代寫法跟現在不一樣 現在寫法是像寫一個漆 古代寫一束就好了 不用那麼麻煩 那這個故意有麻 寫得有點上下錯落 然後這個寫得挺近 抹 抹 如果筆畫很多啊 這個橫畫最好 穿過這個點 那這樣的空隙就不會太大 左邊長右邊短 那這邊呢 這邊剛好 相反 左邊短 右邊長 這裡就不要再鈉了 因為剛才上面的好多鈉了 橫畫往上抬 它的皮可以寫得比較挺直 然後束畫可以拉得很長很斜 這可以拉寬 然後下面收窄 這樣字就會覺得很緊 真正是足齁 兩個足的話 左邊的比較低 右邊的呢 稍微高一點 斜出去 然後注意往上抬 口收緊 上寬 下窄收緊 右斜鍋呢 右斜鍋呢 右斜鍋通常是可以寫深長的 皮 點 現在的龜是一個膚子 那這些挺直一點啊 有公權的皮啊 通常不太彎 個人特色 這裏有包覆之狀 所謂裂有 就是不用太 真的太彎 因為太彎就會變成什麼 有 炎正青啊 炎正青就比較彎 有公權比較沒有那麼彎 這鐵的挺直 那皮會 比較低啦 那符合鉤就稍微往旁邊拉就好 然後它有兩種 一種是往外一種是往內 包覆之狀 往上翹 左邊略長 右邊略短 注意一下沒有落差喔 尺 尺筆畫很多 那上面這個 上面的地方就不要拉太高 讓它有點交錯 這裡要靠近讓它有點交錯 它才不會越寫越開啊 因為這邊是中宮啊 中宮就是比較看起來比較密的地方 不是說一定剛好正中間啊 或怎麼樣 它會偏移啊 這一定要往內 往內的原因是因為它要點這個點 點這個點 它會有一個抽出去的動作 這個抽出去的動作 是為了點這個點 那這個點會飄得最外面 而且比較高 耳朵旁 耳朵旁這一定是左邊 的話是左上面大 下面小 這是一定的 這叫包覆之狀 這銀在古代也有很多個寫法 這銀在古代也有很多個寫法 心一定是往內勾 點一定是點最高 側有三個部分喔 所以你只能寫擠一點喔 這有時候沒有辦法 你要先算好說 哇這好擠 但擠你的部分 中間要凹凸凸的 筆畫少了 那你就不用拉那麼長 就讓它稍微有點扁 矮一點點 這樣字啊 才不會中間空隙特別大 要考慮到空隙的問題 底下還不用對齊喔 這也是要靠近 然後這邊右邊的最右邊的這個束畫 一定可以拉得比較長 基本上結構都這樣 然後這裡是可以壓得最低 照 照一下筆不離一點 束畫通常會有點小小弧度 他喜歡左邊長右邊略短 好那因為下面有個平啦 所以上面的橫畫不要太長 好那點可以點高一點 然後這裡是方折 然後這邊是遠轉 然後這邊是逆風 平的往下走 拉出去以後 平平的拉出去 這兩個點要靠近一點喔 因為這兩個相依為命啊 不是三點 靠近一點 然後下面這個 欠才可以拉開 這樣字就有造型 這個可以拉開 這個也可以拉開 這樣字就有造型 這個一定是上面窄 稍微抬高做粗細 稍微有點弧度 然後它這裡是不黏到齁 這個寫法是從它的佛字 拆出來的 所以跟我們現在的那個 從這裡接上來不太一樣 然後這有微微的弧度 然後旁邊這個束畫可以寫得比較長 然後加一點粗細 這個梨 梨抱寫 有些字看起來就不是很好寫 主要是這邊的交錯交錯很多 交錯交錯 接來接去呢 這呈現有點包覆之狀 向中間集中 然後它左邊這裡又喜歡深長 然後這裡又喜歡呈包覆之狀 然後古代的話 離這裡直接跳上去就好了 不用點 然後右邊倒是可以寫低一點 寫低一點的話 這一條線一定可以拉得最長 你寫柳宮拳的拳就有印象了吧 這個追步啊 它從來沒有把它寫短過 只有超級長 沒有寫短過 好頂一下 古代都寫草布啦 沒有人寫竹布 但是因為我們是現代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寫竹布 不算錯喔 寫竹布不能算它錯 因為雖然古代都是寫草布 可是現在喔 因為大家寫書法的沒有那麼多啊 你老是寫古字啊 很多人都會說你寫錯字啊 但是要解釋解釋不完啊 真是製造自己的困擾 乾脆寫大家都看得懂的 那這樣沒意見了吧 好 它的樹這種要飽滿喔 飽滿的結束 不要拉太尖刺 我覺得它有抑斜的伸縮伸縮做得非常的明顯 這種是值得學的 這是長的 然後這是短的 然後這又是長的 這叫伸伸縮縮 然後角度上斜度都很大 但是斜度大 但是不會歪 你看這個粗細斜度是不是很高 然後這斜度斜度拉得很長 這盛盛縮縮縮 做得其實非常明顯 柳公泉在這種中弓夾緊的部分 是唐草最清楚的 其他的像歐陽馴做就做到一個 差不多就可以了 但是柳公泉做到非常非常非常的緊 中弓收緊 然後中弓收緊 四邊稍微放鬆 它會有一點小小的弓夾 高度稍微放鬆拉開 然後點是向左點 向右點 現在硬停 硬停 硬停一點 抬高 這個倒是不用壓低 因為等一下會有一個平納 平納就會壓低 壓低的平納 它有點略為包覆之狀 包覆 右邊的樹都會比較長 抬高 左邊可以伸長 旁邊的葉比畫比較少 寫低一點 這邊是兩橫 這邊是三 一邊是三橫 一邊是兩橫 這邊是兩橫 不要搞錯了 所以間距要先算好 不然等你寫上去都來不及 我可以把這邊稍微壓低一點 點...點... 都有點長度 就可以靠近 再一個點 再一個長度 下面就可以稍微收緊 收緊 收緊 樹花要飽滿 短橫往上翹 有點弧度 這邊會做一些角度啥的改變 往上啊 平的啊 往下 連半這個有包覆之狀 拉這個橫畫 這裡縮短是因為它這裡深長 接上面一點喔 這樣字才不會被拉得太長 有時候字拉得太長 字就怎麼變形 雖然說我們字本來就有長有扁 但是因為它這裡會拉得很長 所以上面就不要了 這裡就要你... 我寫得非常非常的靠近了 主要是讓這個樹花可以伸長 這是故意伸長的 這邊也會打破 感覺 霜 不然 浜